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闻发布会 现场介绍疫情防控 供电保障 志愿者服务等情况 长春市圈圆核酸检测有序进行 长春部分社区已完成辖区内居民核酸检测 我们圆圆核酸检测这一块总共是私填 然后我们整个我们辖区内的7200人 我们总共减了是7666超额完成的任务 我的第一报道 您的第一选择 观众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晚的节目 我是郭佳 各位好 我是朱进 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省内疫情的消息 今天下午4点 省政府新闻办又召开了 景临省疫情防控工作的新闻发布会 通话市和松原市也设立了分会场 采用了视频连线的方式介绍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关情况 那么具体内容我们一起到现场来看一下 记者从新发布会上了解到 截至1月22号14时 本次输入新疫情缺诊累计发现新冠病毒感染患者 235例 其中缺诊病例185例 无症状感染者50例 比21号24时数据增加9例 现在长存是47例 其中有37例在所侠的公主柳市 通话市136例 松原市2例 无症状感染者的重复情况是 长存是11例 其中有9例在所侠的公主柳市 通话市37例 松原市2例 分析本次输入性疫情 从感染者的构成看 其中有微重型4例 重型11例 普通型144例 轻型26例 感染者最大年龄的92岁 最小年龄的1岁 60岁及其以上的共有128例 针对这种情况 吉林省加强了医疗救助 加强对通话市的援助力度 现在调度了支援救护车50台 其中包括30台复压救护车 以及IQMO1一台 移动等核酸检测车8台 目前国家工作组支援通话医疗救治专家16人 极大三院派出130人医疗队 坚持中医药全程参与救治 在应用三药三方的基础上 实行一人一方的辩证私治 目前经过积极治疗 已经有一例重型的病例 成功地转运了普通型病例 在全力救治每一名患者的同时 还加强了流调溯源的指导 目前国家省级支援通话市流调专家113名 组建7个工作组和20个流调小队 迅速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最大限度控制疫情传播风险 截至1月22日14日 现在全省累计排查管控密切接触者 3697人 四密接人员8821人 一般接触者 30万7957人 目前通话的疫情防控情况 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 那么今天上午10点 通话市召开了疫情防控第9场新闻发布会 而在会上也是介绍了通话 疫情防控供电保障 还有涉及疫情防控和志愿者服务的相关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 2021年1月21号0至24时 通话市新增确诊病例9例 其中1例 系由此前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 转为确诊病例 本次输入性疫情 通话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2例 1月21号0至24时 通话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5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32例 目前通话市疫情防控工作 进入关键阶段 在国家和省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核酸检测 流调排查 隔离管控 医疗救治 物资保障等工作正在进行中 截至1月21号24时 累计排查管控密接者2084人 次密接者2861人 一般接触者25414人 全部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管控 截至1月21号24时 通话市第二轮核酸检测基本完成 累计采集样本361648人 检测人数316930人 其中呈阳性51例 其实自从通话市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来 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 其实都是在建筑岗位 重置城城去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是的 抗疫期间 像交警 城管 公交人 大学生志愿者都纷纷加入一线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阻击站当中 一大早记者在通话市长流疫情防疫检测站看到 公路巡警一大队的民警坚守在防控疫情一线 由于疫情影响 通话市实行临时交通管制 民警要对进出城车辆实行严格查验 目前通话市全市各级交警部门启动一级勤务模式 在辖区各入城口设置临时执勤点16处 固定执勤点1处 全市交警系统共出动655人次 警车189台次 与其同时 通话市城管支队工作人员和一些志愿者们 受提喷雾消毒器 对市区内新华文化陆地市场及其周边区域 御泉路 新华大街等江西公共区域 以及瑞江豪城 碧水豪亭等小区及停车场等区域 开展了消杀工作 为了询施移民的健康 为了防疫 疫情严重的时候我们能从前面 为给做核酸检测的医护人员和市民提供温暖舒适的核酸检测环境 通话市公共汽车公司调配170辆公交车 宣调260多名驾驶员骨干和志愿者 随时准备奔赴全市各个小区 我们接到了交通局 通知我们明天要用100台车 为这个疫情运输服务 在这次疫情当中一定按照这个上级的要求 全力以赴 谁叫谁到 保证运输应用的完成 下一步 公交公司将结合防控疫情进展情况和实际需求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做好疫情管控和运输保障工作 积极为医护人员 抗疫人员和市民提供运输保障服务 防疫抗疫 美河口市也在行动 在全市公设置了是142个城区核酸检测采样点 那为了把病毒就消灭在萌芽之中 从昨天开始 美河口也正式的开展了全员免费核酸检测工作 检测当天 工作人员早早抵达现场 做好人员安排疏散 现场秩序维护 居民信息登记等工作 保证全民核酸检测的采样流程和环节精准 我们组织这个全民核酸检测呢 确保我们辖区的每一个居民不遗漏一人 让我们辖区的居民呢 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为保证人文关怀 医护人员还对残疾 卧病在床 行动不便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采样服务 把核酸检测做到家 政府组织的这次核酸检测 对咱们老百姓来说也确实是非常的便捷 我们在小区门口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检测 好多的志愿者 好多的医务工作人员 还有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都上门服务 做得真的很好很到位 全民核酸检测的顺利进行 更离不开广大志愿者 他们工作尽心尽力毫无怨言 检测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 今天早晨六点多钟 各位队员就都完全到位 大家有的在门口进行居民的疏导 有的进行路线的指引 大家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使我市的核酸检测工作顺利地进行 目前美核口市共检测程序人口168,026人 全市乡镇核酸检测工作将于今晚全部结束 现在各地免费核酸检测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 那截止到目前呢 咱们长春市部分社区下属的管辖范围内的核酸检测 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没错 下面我们就去长春市流影街道 农安南街社区看看 那里的检查情况怎么样了 从1月18号开始 长春市流影街道农安南街社区 正式街道上级部署 于下午3点正式启动辖区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检测点设立在流影小学体育馆内 开启检测后 4个监测通道有序展开工作 我们全员核酸检测这一块呢 总共是4点 然后我们整个我们辖区内的7200人 我们总共减了是7666超额完成的任务 为了确保全员检测到位 农安南街社区与辖区物业联动 逐小区协作 逐一对比门户信息 对行动不变特殊人群上门采样 我们在往后的工作当中呢 我们是按照咱们防控的这个指示 所有外地回来的我们都要进行登记 然后持三日内的核酸检测 然后重封县地区来的呢 然后咱们又需要集中隔离 或者是封户隔离 然后我们会组织咱们的工作人员 还有咱们物业 然后对小区内的楼道 小区外的把手电梯都进行一下消毒 当然了在防疫抗疫期间呢 除了全员核酸检测 这宣传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 没错啊 这波汪庆县呢 就利用这个应急广播系统啊 及时发声 做到了村村想互互通 全方位多角度 向广大村民们宣传疫情防控的举措 1月15号上午 记者走进汪清县东光镇五人班村 就听到大喇叭正在播报 疫情防控知识 村民张静敏和老伴正坐在热炕上 听着广播 了解疫情防控知识 谈论着如何预防 我们每天村部里的大喇叭 天天广播 让那个防护 患冠状病毒 那个在疫情地区 反望人员必须及时报告 让我们做到防护洗手 天天听那个县里头 那个公告什么的 然后让我们注意防护 一次次喊话 一次次劝告 一条条信息 都让应急广播 成了疫情防控的最强生力军 我们东光镇的应急广播喇叭 现在已经实现了全镇全覆盖 县里头召开疫情防控会之后 我们就已经开始 用大喇叭开始宣传了 做到无私劲 据了解 汪清县应急广播系统 于2020年11月末时运行 已建设县 乡 村 三级联动平台202格 设立播控点位434格 打通了信息传递的最后一公里 我们看见了现在防疫抗疫 正在进行时 但是恰巧没过几天 咱们过年就该来了 于是春运工作 很多人特别的关心了 那么2021年春运工作 将会从1月28号开始 3月8号结束 一共是40天 这也是新冠疫情常态化 防控下的首个春运 也是给交通运输环节 疫情防控工作 带来了新的挑战 没错 那现在咱们长春市 各个相关部门 也是提前都做好了准备 为春运安全保驾护航 1月22号下午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 长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团市委联合组织召开 2021年道路交通春运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 对长春市道路交通春运工作 进行安排部署 要求各企业要及时落实 交通运输工具的消杀 加强通风措施的频次 针对乘坐长途客运 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 必须佩戴口罩 测温登记 扫健康码 安全生产这块 要求企业 压实企业的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我们与气象部门 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 随时把极端天气的信息 通报给企业 调整客运班次的发扯情况 在安全保障方面 还要求路政部门 加大辖区内巡查力度 储备道路养护除血防滑的材料 机械设备 以及应急抢险队伍 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努力为老百姓 营造一个安全有序 温馨舒适 优质服务的 道路交通出行环境 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如何正确挑选口罩 推荐两者 一 医用防护口罩 即N95口罩 可阻挡90%的细菌 二 医用外科口罩 可阻挡70%的细菌 科学预防从我做起 长春市远创城市广场 部分楼层不热问题 相关单位一座整改 成效显著 久违的热乎气 终于来了 现在223度吧 水管爆裂地固积水成灾 越办临湾抢修正在进行 喝酒开车装油病 检察发现这事有点大 我要跟你说 我真的有病 你先上车来说 来 我也上车 德国当天时间1月21日发布数据 截至当天的零始 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2万例 德国总理当天也表示 德国疫情正处在极为艰难的阶段 穆克尔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尽管德国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 和重症病例数开始减少 但新增死亡病例数仍居高不下 此外德国已发现变异新冠病毒 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其风险 尽可能减缓其扩散 莫克尔还称 延长至2月14号 非生活必须品商店维持关闭 大多数学校继续远程教学 市民外出时必须佩戴口罩 除了德国 英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也不断激增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也表示 医疗系统接着大量病人压力巨大 一些医院眼下如同战区 英国天空新闻频道报道称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表示 目前新冠患者入院人数猛增 医疗体系承受巨大压力 一些医院里医护人员忙得像打仗 医院看起来如同战区 有医护人员表示 患者数量不断增加 有医护人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瓦兰斯 总结疫情防控的经验教训师表示 关于施行限制性措施的教训师 应该更早 更严格 更广泛地采取行动 他说过早解除封城等限制性措施 也是错误的 每一次太快解除限制措施 疫情数据就会出现一波增长 在全球都是如此 再来关注一下美国的情况 根据美国发布的数据统计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22分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数 已经达到了2461万1923例 死亡病例也升至了49667例 本月19号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已经突破40万例 而美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整体预测显示 到2月13号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可能会达到50万8千例 也就是说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美国可能会有约10万例新增死亡病例 2020年底至今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 快速攀升 累计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从30万增加到40万 只用了36天 在这36天里 美国平均每分钟就有两人死于新冠肺炎 加州是美国疫情最为严重的州之一 根据洛杉矶时报报道 加州洛杉矶县 2021年已有超过4000人 应感染新冠病毒死亡 洛杉矶县近两个月 入院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 从之前的12.5% 上升到了25% 也就是说 每4名入院治疗患者中就有一人死亡 洛杉矶县卫生部专家解释称 现在医院没有空间接收轻症患者 这意味着 能住院的患者病情普遍比较严重 死亡概率也相应增加 有分析指出 由于缺乏统一的全国性的策略 以及向民众传递混乱的信息等 美国各州在疫情应对上 一盘散沙 口罩之争持续上演 在多方面因素影响下 美国疫情不断加速蔓延 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 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 刚刚接任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的 罗希尔·瓦伦斯基 也在近日表示 现在还没有看到假期旅行 聚会对住院率和死亡率 带来的后果 未来几周将是美国的黑暗时刻 美国政府改朝换代 拜登就职后的第一天 就面临着前任政府留下的一地鸡毛 拜登和他的团队急于解决 美国社会撕裂 新冠疫情 经济下行等一系列的问题 美国时代周刊就发布了最新的封面 就是拜登宣誓就职的场景 而封面的左下方则写着 拜登在就职典礼演讲中 说过的一句话 没有团结就没有和平 美国时代周刊在官方推特上 更新了一张动画版封面图 封面中的拜登站在办公室内 身后一片狼藉 长达15秒的动画里 拜登站在白宫办公室 窗外不时有火光显现 身后的文件积压如山 还有不少纸张散落一地 场面一片混乱 时代周刊在封面上 还写着第一天的字样 以此暗示拜登就职总统后 所面临的混乱局面 大部分的网友也认为 这张新封面显示了美国的现状 摆在拜登面前的是一堆烂摊子 是时候清理了 事实上 分裂是美国面临的最大难关 在拜登就职典礼的演讲中 已多次出现团结一词 也许是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 拜登上任后在推特上 用官方账号发布第一条推文说 在解决我们面临的危机方面 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 拜登上班第一天 除了签署一系列行政令外 拜登也开始给白宫团队立规矩 拜登希望官员们能互相尊重 这是过去四年里一直缺失的东西 另外虽然特朗普作为前总统 标新利益的没有当面 给予继任者拜登任何祝福 但三位美国前总统 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 都给拜登留下了美好的祝愿 在一段共同拍摄的视频中 三位前总统祝拜登一切顺利 并呼吁美国人接受拜登总统 关于团结的呼吁 这段视频在就职典礼当晚的 庆祝美国就职日特别节目中播放 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6任总统 上任第一天立刻在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内 一口气敲定了17项行政指令 这些行政指令围绕新冠危机 经济危机 气候危机 种族平等危机等问题展开 根据CNN的描述 仅在20号当天宣誓就职的几小时后 拜登就在其白宫椭圆形办公室 一口气敲定了多达17项行政指令 包括签署15项行政令 以及2项机构令 这些行政指令覆盖的议题 包括新冠疫情 经济 环境 种族 平权 民生等多个方面 而拜登签署的第一条行政令 就是口罩令 签署前拜登在介绍这道行政令时 还特意把自己的口罩戴正 彭博社指出 这项有关佩戴口罩的要求 并非能产生多大影响 因为许多联邦政府办公室 都已经关闭或实施了安全措施 但拜登政府表示 这是联邦政府以身作则的体现 与此前特朗普和他的助手 公然蔑视公共卫生条例 形成对比 随着拜登大笔一挥 他还叫停了特朗普执政时期 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的行动 同时撤销了特朗普此前 针对部分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美国商业内幕杂志指出 事实上这些内容 很多都是特朗普眼中的核心议程 像是修建边境墙 有批评人士认为 美墨边境墙反映出了 特朗普的仇外心理 与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 传统形象背道而驰 而在打压非法移民方面 特朗普也毫不留情 曾颁布针对某些中东 中亚 非洲穆斯林国家的旅行禁令 如今拜登解除禁令后 美国国务院将重启 对这些受影响国家的 签证处理工作 17项行政指令中 最引人注目的 无疑是让美国重返 巴黎气候协定和世卫组织 等国际群 拜登上任首日签署的行政令 数量超过此前任何一位总统 此前拜登的高级幕僚 也曾对媒体表示 拜登将在上任前几周 陆续清除特朗普所提出的政策 这也是他落实竞选承诺的具体表现 对于拜登这一连串动作 纽约时报认为 这些都是拜登眼中 特朗普在动荡的四年执政中 所犯下的恶劣暴行 该报还援引拜登身边 一位高级顾问的观点称 这些举措是在扭转特朗普 给美国造成的严重伤害 商业内幕则主要着眼 拜登与特朗普的不同执政理念 比如特朗普在外交领域 和国际事务中奉行单边主义 并宣扬美国优先理念 这让美国在过去四年中 显得日益被孤立 相比之下 拜登正在向外界表明 美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时代 已经开启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再来关注一条新闻追踪 最近一段时间 我们来持续关注 长春市远创城市广场公寓 逼做七楼以下部分楼层 楼不热的事 经过相关主管部门 邀请供暖专家踏查 并且给出意见之后 小区的供热企业 地产公司 物业公司 正在逐步落实专家族 所给出的供暖改造方案 那么不热的这一部分 业主家里究竟热起来了吗 我们来看记者的追踪报道 这么多的流量进到这个换热以后 你的高中低都没很好的分配 所以应该给一直大量的移转流量 针对长春市远创城市广场公寓 B座七层以下部分楼层业主 供热部达标一时 1月13号 长春市二道区住房保障 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协调长春市建委供热办 邀请两名省级供热专家 实体踏查了不热的用户 换热站以及热源从源头找原因 并给出了调整供热一二次网 供热设施补充等逐一整改建议 那么先如今 这部分不热的业主家里 究竟热起来了吗 1月21号 记者与各部门再次进行了走访 暖了 屋里现在多少度 现在22、23度吧 一直是棉袄 我从来没穿过短袖在屋里面 第一次感觉到屋里暖了 从来没有 我现在回水也热了 地面也热了 很不容易 大家也都一直在弄地上 达到21度5了 就是温度 就是我 就是说心里话 就非常非常满意 这只能保持下去 那就是 啥以前没有了 业主们说 与之前的16摄氏度 至17摄氏度相比 室内整体平均提升了 5摄氏度左右 不但达到了供热标准 而且提卡也相对舒适 供热企业再次对热用户 室内中心温度进行测温 设备也显示温度正常 根据上次那个专家来 给提供的那些那个方案意见 我们综合那个供热公司 我们一起按照方案 把这个平衡 现在外观网我们做的 它那个室内那个是开发商做的 现在目前我们那个供汇水 还有高地区 这个温度都调的都没问题 在场业主对于整改后的供热温度 表示满意对于大家提出的温度 是否能够持续保持的问题 长春市二岛区住房保障 和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相关人员 也做出了承诺 目前就来看效果非常好 因为整体都已经热乎了 接下来我们对该小区 进行持续关注 对这个供热温度 包括这个供热质量 进行持续关注 今天家住长春市月板临班 小区居民项目反映说 早上前往地下车库 准备开车的时候发现 车库地面竟然变成了天然溜冰场 很多居民都很纳闷 这一宿的时间 车库咋就变成这样了呢 接到居民的反映 记者来到了长春市月板临班 在小区地下车库里 记者发现 这里的地面上有大量积水 部分已经冰冻 靠近车库大门处的地面结冰 已经影响到了车辆的通行 现场有几位保洁人员 正在用清洁工具清理积水 一位工作人员将车库排屋井打开 用水泵不断地抽取地上积水 工作人员介绍 经过一早上的调查 这些积水是因为一楼门市房 自来水管爆裂后 渗漏下来的 经过一宿的渗漏 目前两栋楼通往地下车库的 电梯井也进了水 电梯电子元件被浸泡 目前电梯已经停运 正组织人员全力抢修 电梯停了呢 在小区物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虽然目前情况比较严重 但通过积极抢修 还是有望尽快恢复正常的 早上发现的这个事 第一时间连一趟房主 之后房主应该是 从人民广场那边 安排人过来的 好像是 我看咱们那个电梯也是有停掉 对 现在我两部电梯 现在正停了 因为一部炮的挺严重的 另一部现在正在抢修当中 应该好像差不多能 恢复上来过 什么时候大概能恢复 恢复估计最快业的今天 因为它水泡这个 就要受潮的话 电梯底部 这个下路容易短路 在我们前面播出之前 物业工作人员 也给我们记者打来电话 反馈说 目前两部电梯已经维修完毕 居民可以正常乘坐电梯了 这说完了居住的事 我们再来说说出行的事 说什么呢 说着喝酒开车 下面有一位驾驶员 被查之后 竟然谎称自己有病 那么这位到底是有病呢 还是心里有鬼呢 近日 长春市二道区交警 在执勤时发现 一辆车从经纬路 单行线逆行驶出 而且这大冷天 开着车窗 形迹非常可疑 我们对它进行检查 在检查过程中 发现驾驶员身上 有很大的酒味 然后我们想对它 进行进一步处理 该驾驶员 拒不配合 你听我跟雨昕说 我真的有病 你先上车来说 上车咋俩说 来我也上车 我也上车 咋俩说 上车说来 我真的有病 要是给要留哪个话 你别的 经过一番劝导 驾驶员才同意 配合交警 回到二道区交警大队 进行呼吸式酒精检测 而当交警对驾驶员的信息 进行核查时发现 这驾驶证 居然不是本人 通过这个车辆信息核查 发现该驾驶员 以前存在过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被公安机关处理过 驾驶证已经属于 这个吊销的状态 经过详细的核查信息 该驾驶员属于 伪造驾驶证 农用他人驾驶证 这个我们正在 进一步的侦查中 我想要不是喝成这个样子 可能也不会一句句说 自己有病吧 其实这位不是有病 而是有鬼 不光是酒驾 还有这么一堆违征行为 现在咱们不担心 他是否会醉酒了 倒是担忧他何时能够醒悟 同时也是因为 喝酒之后 丑态摆出的 还有下面这一位 酒过三巡 也是开车上路 被查之后就开始了酒后的挣扎 当晚20时30分左右 长转市宽城区交警 在北凯旋路附近 对过往车辆进行酒驾排查时 发现一名由北凯旋路 由北向南行驶的 机动车驾驶人 存在酒驾嫌疑 将车辆截后 民警也依法对其进行了 呼气式酒精检测 对他进行了主动呼吸测试 经测试 他的主动呼吸值是79 我们询问他为什么有酒精含量 他说临驾车的时候 他在家喝了一点药酒 是不是药酒 咱先暂且不提 就在随后 民警与驾驶员的交谈中 驾驶员的口风 可谓是百转千回 变幻莫测 你们说我喝酒了 不是我们说 我也喝 我是喝点药酒 当然我是风轻 你排查出来了 喝了多少酒啊 喝一份啤酒 啥时候喝呢 一个多小时 一小时左右吧 这短短的半分钟交谈 驾驶人自己到底喝了什么酒 可能连他自己都有点发懵 不过说到底 只要是含有酒精的饮品 在驾驶机动车 被民警排查出酒驾的 都要依法接受处罚 当民警告知 驾驶人涉嫌酒驾的时候 驾驶人就向民警 发出了灵魂拷问 由于驾驶人酒精数值 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标准 现场民警根据有关法律规定 对驾驶人处以驾驶证 一次性进满12分 并暂购半年 以及2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下面是我们第一报道 联合今日头条客户端 推出的头条热榜 首先来看几条 咱们省内的热点 说昨天在公主令 有这么一位大娘 独自在家里烧煤炉 结果不慎中毒了 幸好被来做核酸采样的 工作人员给发现 咱们先来看看 往我们都怎么说 有人说到了 发现即使救了大娘一命 真是有惊无险 幸好是平安度过 也有更多人是表示感谢 说感谢医护人员 大娘好运气 医护人员温暖了这个冬天 目前老人已经脱离了 生命危险 在这儿我们还是 依然要提醒大伙 冬天烧煤炉取暖 咱一定要注意安全 同样是昨天 同样是核酸检测的时候 通话一名医护人员 上门为市民检测的时候 泪晕倒了 真是让人看着很心疼 我们这医护人员 现在都已经晕倒了 拿个剪的给它脚开它 看完很多人都是表示同情 说到了 谢谢你们为我们负重前行 确实 但是这个重 是他们肩上的担子重 更是衣服 也是很厚重 于是也有人说了 防护服全副武装之后 真是特别的憋闷 医护人员你们辛苦了 同时我们还是再次提醒 所有医护人员 就像这位网友说到 保护大家的同时 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才行 我们感谢医护人员的付出 所有的不容易 所有的辛苦 我们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道一句谢谢 我们一定会全力配合工作 前面再来看一下 国内多有哪些 把我们热议的事情 说到在昨天在贵州尊义 有这么一个网友反映 一名男子在结婚的时候 怎么遭遇到了婚闹 全身被涂满 黑色燃料 捆绑上了这个长幕之后 当街是中 咱来看看吧 对于这样的婚闹 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看法 说到这样真的好吗 新人真是无奈了 是啊 搁在一般人身上 我估计很难接受 什么时候这种陋习 才能完全摒弃呢 当然了 我们知道 也有不同意见 有些人也会从个人角度思考 说到 只要新人自己不觉得过分 旁人说啥都没用 虽然说各地风俗不同 但是大喜的日子里 新郎被打扮成这样 感觉还是有一点怪怪的 氛围和喜庆 确实有点搭不上边 说前几天在山西西安 一位爸爸上传了这么一段视频 在网络上又引起很多人议论了 视频内容是 儿子站在窗外看着里面 考了一百分的妹妹吃汉堡 这爸爸这么做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来看一看 两个人都靠一倍 你看我 靠的都是八十多 我在里头吃着 我里面都穿起 挺滑敞 女儿上幼儿园大班 儿子上六年级 儿子每年到考试的时候 他都要给我提个条件 如果他这次期末考试能达到八十分以上 让我请他吃个肯德基 我说可以 当时他考试回来了 数学是八十八 语文是八十三 结果英语只有七十六 我说那就不去吃肯德基了 他不行了 他在家给我闹腾了 他期中考试的时候都是六十多 六十 他进步也挺大的 然后我就带他去了 女儿这次考试考得好 我让女儿在里面先吃 让他在外面站着 先思考一下 这次为什么没考好 其实餐主给他点好了 咱们来看一看 网友们都是怎么说的 有人说到了 爸爸用心良苦 但是对孩子的打击很大 是啊 想必当时孩子在外边看着心里 也不是很好受的 说到哥哥的愿望 妹妹帮着实现了 当然其实 爸爸这么样的行为 也是在督促哥哥 要赶上妹妹才行 共同进步 最后还是一句话 可怜天下父母心 哥哥这眼巴巴的小眼神 是让人看了有点心疼的 爸爸做法虽然有些人不理解 但是为了孩子的那份用心 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的 下面这条视频是前两天 四川梁山一所小学里面 一名小男孩满心期待自己能得奖 那小表情呢 拿捏得太到位 来 王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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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期末考试嘛 考完试之后呢 反正就是说 他们班上好像是那种 平时表现怎么样的 不会您的有什么 针对哪方面您讲座啊那些 当时我们家玩玩是 最后一个您的讲座 可能就情绪有一点 稳不住了 可能就是这种情况 本来其实在班上 还是表现挺好的 同学们都比较拥复他 最后三个小朋友 是表现比较好的 但是前两个 都没有叫上他嘛 后面又叫上他名字 可能就比较激动 那个情绪一下子 也就没有控制住了 就哭泣了 就这样子 我们看见这个小伙 很具备表演天赋 这个情感把握 真是受放自如 我们来看一看 有人说了 小伙稳住稳住啊 咱们看出来了 孩子的内心 这种简单和纯洁 更多人说 得享太激动了 喜极而泣 付出呢 终于是有回报了 可爱的小朋友 终于得到了认可 感觉所有付出啊 都是值得的 好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接下来呢 是第一报道与 中国公共电视新闻网合作的 国内各地新闻 前几天啊 昆明一男子不配合防疫要求 不仅呢 与医院防疫工作人员呢 发生了口诀 还挥拳相向 监控啊 记录下了事发当时的一幕 来看看 这一幕发生在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 事发当天 一名中年男子 静职进入住院病房 医院工作人员紧跟着上前 突然男子一挥拳 工作人员被激动脸部后倒地 被打的工作人员倒地后 一直无法起身 几分钟后 有护士对这名工作人员 进行了检查 案发后 男子被带到派出所 接受调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 公安机关对涉嫌殴打他人的 温某处以行政拘留7天 并处罚金的行政处罚 不理智的 还有下面江西的一位司机 在高速上走错路了 竟然掉头逆行 结果酿成了连环悲剧 这是最近发生在福营高速 辅州境内的一起事故 招式小车的司机 因为对路况不熟 走错了道 竟然选择在高速上 掉头逆行 在这个过程中 导致后方车辆刹车不及 引发了多车连环相撞的事故 民警经过现场勘察确认 属于司机的逆行 导致三起事故接连发生 索性车上人员都进了安全带 没有产生更严重的后果 我到时觉得 主要好像也不清醒 就是好像昏迷那个样子 我得走错路了 招式司机将面临 驾驶政绩12分 罚款200块的处罚 必须必须要投了信息 你要就是想清楚了 如果不清一点 还有就是说精神不好 任何必要接着 大家也看到了 这辆小车也是用亲身经历 告诉大伙 在高速上 任性逆行的危害有多大 前段时间 在云南玉西 停放在路边的十余辆车 一夜之间 就被人划成个大花脸 有的车上还丢失了财物 这黑手究竟是谁呢 2020年11月18号这天 玉西李奇派出所 陆续接到辖区 十余位居民报警 说自己停放在小区周边道路一侧的车辆 被人恶意划伤 其中一辆越野车后窗玻璃还被砸碎 存放在车内的手提包 连同包内现金一同被盗 经济损失上万元 随后警方在调查中发现 家住红塔区 现年35岁的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而华某在事发后便不知所踪 到了2021年1月7号 专案组民警获悉 躲藏多日的华某现身在昆明某地 于是立即驾车赶往昆明实施抓捕 在昆明警方的配合下 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遁守 当晚21时许 嫌疑人华某落网 经审讯 华某对其恶意破坏他人财物 并盗窃车内财物的犯罪事实 供人不讳 据华某交代 当晚他与朋友饮酒后 因生活诸多不如意 而心情低落 产生了报复心理 一路划伤了多辆车 并且砸碎了其中一辆越野车的车后窗 将放在车内的手提包盗走 目前华某因故意损坏他人财物 并实施盗窃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下面这事发生在湖南长沙的火车站 一列列车在即将关门的时候 一名两岁大的女孩发生了惊险一幕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监控视频 监控显示 1月19号中午 长沙南站B2站台上 一名女士带着两岁的孩子 踏进了G1040次列车 就在车门关闭前一刻 孩子突然从车内跑了下来 刘浩林赶紧到小朋友的身边拉住了他 并迅速用电台呼叫列车掌 得知小孩的母亲在车上 经过协调 小孩家长前方岳阳东站下车 呈最近车次返回长沙南站任领小孩 与此同时 刘浩林带着小朋友去了车站遍地店 买了点糖果 安抚小朋友的情绪 随后小孩母亲接到了孩子 春月临近 车站客流量明显增加 铁路工作人员提醒 请带小孩的旅客 看管好自己的孩子 不要因人多而慌张 如有不慎发生小孩走失 请立即向身边的铁路工作人员求助 好在小女孩没出啥意外 但是在重庆一名10岁的男孩 在玩耍的时候 却发生意外了 一根钢筋从眼眶刺入了颅内 相当危险 大平医院接收了这名受伤的男孩 入院时 他的右眼眶外面还裸露着一段钢筋 从这个外面看 大概有两公分长 但是颅内有多长呢 我们从这个片子上看 这里面大概也有七公分长 钢筋前段这个钩子 钩在了颅内 男孩在打乒乓球的时候摔倒 不巧的是 地上有一块钢筋水泥构筑物 其中一段钢筋刺入右眼眶 孩子受伤后 他的外公在事发现场 尝试着把钢筋拔出来 医生表示这个做法非常危险 他给我拔出来一点点 我就说疼他都没有给我拔了 随后孩子的家长 把眼眶外部的钢筋剪掉 将孩子送到大平医院 医生得知情况后 不禁感叹 这个孩子真是命大 随后医生对孩子实施了开颅手术 手术很顺利 医生把这根九厘米长的钢筋 取了出来 一同取出来的还有一些水泥碎块 如今孩子恢复得不错 经过医生评估可以出院了 他还是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看着都让人心悬 让人心疼啊 所以家长还得做好看护啊 这不陕西宝鸡 还有一名12岁的小姑娘 独自在家做饭的时候惹祸了 油锅着了 危险一触即发 我在做饭 然后我去了一趟客厅 回来之后我就发现 这个灶台着火了 我就拨打了119 报警电话 通房油锅着了是吧 啊 对 快点 呃 你呃 你拿锅盖 我跟你说 你现在先不要着急 如果是油锅着火 你做饭的时候 油锅着火的话 你把那锅 油锅着了 你听我说 你先听我说 你不要急 你知道吧 你拿你家锅盖 把那个锅先盖住 啊 好啊 啊 然后我们这就排车过去 你拿 带上没有 我还放鱼上的 车已经在路上了啊 然后 人大了 我求你们 你们快走过去 车已经在路上了 知道吧 然后 你拿锅盖 把锅盖上以后 你去楼下 不要在屋里待着了 我们到达现场以后 发现厨房明火 基本熄灭 抱有浓烟 温度也比较高 发现燃气管道 有不同程度损坏 燃气表 也有不同程度损坏 这个小女孩 虽然只有12岁 但在火灾发生的第一时间 能够想起 第一时间拨打要求 并且在报警过程中 能够清楚地表达出 灼火地点 灼火物质 和灼火的基本情况 为我们消防处置 提供了重要信息 咱们接着往下说 近日 在从北京开往南宁的 一辆列车上 一名二十多岁的男子 夜深人静 起了色心 把手伸向了一位女乘客 结果这闲竹手一伸 不仅惊醒了对方 还把自己送进了牢房 清查 嫌疑人陆某今年23岁 购买了从北京到柳州的 卧铺火车票 凌晨4点左右 睡在上铺的陆某 醒来后便无心再睡眠 这时 他注意到 同车厢里 中铺的一名年轻女乘客 正在熟睡 便意识起了色心 他将手伸向 女乘客的胸部 等隐私部位 进行抚摸 改名女神客 迷迷糊糊 感觉到有人 在摸他后惊醒 由于担心害怕 便拿起手机 向正在隔壁车厢休息的 父亲发信息求救 其父亲在意识到 女儿可能遭遇猥亵 立即报了警 大致了解情况后 成警随即将陆某控制 并将其带到餐车 做进一步调查 脑子一热 脑子一热就去摸人家 摸人家哪里 这是哪里 摸了多少次 陆某当场对其 违法行为公认不讳 列车到达长沙站时 列车呈警家案件 进行了移交 虽然陆某对其 违法行为后悔不已 但为时已晚 由于陆某的违法行为 已构成猥亵 长沙站派出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44条规定 寄予其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这贤猪手被抓 下面要说这位贼手 也没能逃过摄像头 咱们再来看看 他投的啥 公共视频显示 在七宝万科 苹果专卖店里 一名戴着口罩 身背双肩包的 年轻男子 洋装在选购商品 趁人不注意时 他快速拿起 展示桌上的一个 蓝牙无线耳机 放入外衣口袋 随后又将该耳机 放入双肩包内 然后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他的作案手段 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趁店内员工不备 将商品斩架上面的 苹果耳机 贴身藏匿以后 带出店外 以同样的作案手法 这名男子在该店 实施了多起盗窃 民警预判 嫌疑人还会再次登门作案 于是在店内进行布控 1月8号 嫌疑人再次出现 立即被当场抓获 据了解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 刘某在多家苹果专卖店 作案十余次 切得苹果耳机 手写笔四十多件 试案金额超过八万元 经查 刘某二十多岁 曾经在英国留学 有正当工作 收入不菲 盗窃原因则令人大跌眼镜 初次盗窃 其实是源于一次 在苹果专卖店 不愉快的售后经历 初次是为了泄愤 而实施了盗窃 将切得的耳机 通过网上一些 电子产品回收平台 成功销赃了 并且获得了赃款 于是他就发现了 这其中可以获取到金钱利益 然后在这个利益驱动下 他就开始了一次又一次盗窃 目前犯罪行人刘某 因涉嫌盗窃罪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听说过锻炼身体 您听说过锻炼酒量的吗 最近在福建务工的一位男子 为了在朋友聚会上 能多喝两杯苦练酒量 结果差点出事 这个躺在人行道上的 就是灵性男子 民警抵达现场时 他睡得正香 怎么摇都摇不行 我们很担心他的安危 于是逐渐靠近他 想把他扶起来 我们接近他的过程中 发现他这个浑身充满了酒味 由于灵性男子醉酒严重 加上天气寒冷 为防止意外发生 民警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很快120医务人员到达现场 在确证灵性男子无大碍后 民警和医务人员一人一边 把他搀扶起来 艰难地抬上了担架 送到医院醒酒 酒醒后 灵性男子对自己的欣慰 表示懊悔 据了解 灵性男子今年三十多岁 从外省来福州务工 当天晚上之所以醉酒 都是苦练酒量惹的祸 可能这辈子也不会产生 丢人丢人不好意思 多亏了人报警 过来会想感谢 现在正值寒假期间 由于受疫情的影响 不少孩子都在家里选择上网课 为了吸引家长报名 不少培训机构也都推出了 十九元十节课 还有免费体验课等等的 低价优惠网课 价格真的这么优惠吗 家长们争相报名的原因 又是什么呢 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面对提前到来的寒假 今年小学四年级的元宝 已经开启了网课学习 他的小伙伴们 也都坦然接受了网课 经历了2020年上半年 孩子居家学习的网课实践 早在寒假前 家长们就提前规划 把网课加入到必买清单中 而且购买课程都不止一门 而受疫情影响 走入风口的各家在线教育平台 也更不会错过最长寒假 这个关键的发展节点 那种小广告简直是狂轰烂炸 比如说我交了一个9块钱 一个试听课 那么马上就会有人来加你的微信 给你拉到一个群 全都是报了这个课的家长 除了少数有固定的网课选择 事实上大多数家长在为孩子选择课程时 面对鱼龙混杂的机构和铺天盖地的广告 都绞尽了脑汁 19元试节课 免费体验课 最近活跃的在线教育平台广告 不放过任何一个学龄孩子家长目光所及之处 而不少家长表示 被试听课吸引入坑 而最后报名时并没有太多优惠 对此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认为 这背后是在线教育的定位与运行原则的变化 第一个是总量远远超出我们学生的实际需求 第二个呢 它确实有存在很多虚假的广告 很多的在线教育机构 已经不完全是教育的机构 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资金的驱动 与此同时也提醒学生家长要理智 理性看待线上教育对于假期的必要性 要根据孩子的成长发展是否需要 是否合适和对孩子是否有利来决定 很多家长可能有一个误区 就简单地把假期和学期混到一起来了 学生的精力 他的智力 各个方面相对于在线资源来说 它是个有限的 我们不能够用极限的思维 来要求孩子多长时间在线学习 或者是通过在线学习获得什么效果 这种想法呢 是违背了教育的规律 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往相反 第一报道五千百市正在直播 大家好 第一报道五千百市正在直播 大人心相反 这个是肉品品质合格的 也就是当年他们的 他们一般是马拉松米才的景点 在亚太大街游南向北平时的 这个快速路的路 地上的交流 你现在赶紧去 喝嘴啊 不太好 光荣于你 梦想于我 我们是公共新闻第一报道 还回来继续来看新闻 近日一条关于国家下发 2021年春节延长奉价通知 延长至2月27号的消息 在朋友圈流传了 那么这条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 我们来看一下 网络商议则关于 2021年春节假期的通知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通知中写道 国家下发2021年春节 延长奉价通知 延长至2月27号 接着也在相关网站上 进行了查询 国务院此前发布的通知中显示 2021年春节奉价时间 2月11号至17号 奉价调休 共7天2月7号 2月20号上班 目前并没有对 之前春节期间 奉价的通知 进行更新和更改 春节奉价的时间 还按照官方网站的通知执行 除此之外 人民日报也对近期 网传的九大最新疫情谣言 进行了辟谣 谣言一 99.9%的新冠病毒 10分钟被茶水杀灭 真相 截至目前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光靠喝茶 就能预防或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 谣言二 新冠病毒会在 咽喉滞留4天 要喝盐水和醋来消毒 真相 截至目前 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新冠病毒会在 咽喉滞留4天 才进入肺部 其次 盐水 醋和精水 没有杀灭病毒的作用 目前 有效的消毒方式 有医用75%酒精 紫外线 以及含氯消毒剂等 谣言三 大蒜切片氧化 含服 可杀灭新冠病毒 真相 大蒜中的功效成分 大蒜素 并没有抗病毒效果 且含量有限 无论是热水冲服 还是含服在嘴里 都不能提升其效果 谣言四 新冠疫苗接种 开放网站预约 凭社保卡 可领疫情补贴 真相 新冠疫苗接种 全民免费 将由医保基金 和财政共同负担 个人不承担 疫苗的成本 和接种费用 当前 疾控中心 不会主动发出 所谓预约短信 各地人设局 并无办理 疫情补贴业务 谣言五 近期不要去外资超市 冷冻贵 不能解除 真相 目前针对 冷链及相关单位 防疫工作 各地已进行了 严格管控 通过正规渠道 购买的冷链食品 经过严格的病毒检测 和多轮消杀 可以放心使用 谣言六 中国志愿者协会 招募疫情防控志愿者 真相 并没有中国志愿者协会 这一机构 谣言七 春运取消 提前停工放假 真相 春运将于1月28号启动 3月8号结束 各地放假 办公安排差异较大 但均无相关停工消息 谣言八 2021年春节快递 提前停运 真相 深通 圆通 运达 中通 百事 德邦等多家快递企业 表示 春节不停运 顺丰春节期间 会安排部分网点 进行值班 谣言九 春节放烟花 可给空气消毒 真相 没有相关证据证明 燃放烟花 可以有效消灭病毒 在露天场所 燃放烟花爆竹 并不能达到 消灭病毒的 有效浓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教育方面的消息 近日 长春市教育局就家长和学生非常关注的 长春市2021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学科考试发布了通知 这其中就确定了考试时间内容以及分数等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长春市2021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现场考试安排在5月份进行 凡参加长春市2021年初中毕业学业考试的考生 均续参加体育现场考试 今年体育现场考试成绩由原来的16分增加到20分 总分由40分增加到50分 中考体育学科考试分数的增加 体现了如今以培养学生体育核心素养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这也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 郑总我觉得非常好 对于家长来说 对孩子不光注重他的学习 尤其是孩子的身体状况 实际上现在学校很注重 尤其小学现在已经把这个跳绳 纳入一个对孩子体育达标的一个考核的一个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注重这个全面发展 像这个学生这块可以说有更多的时间 参加这个体育锻炼 脑袋里有知识 身体也得健康 就是现在比如说我家孩子才小学一年级 我现在就让他就是每天跳个100升 100个升200个升 一点点点一点点日记月累吧 什么东西都是 同志中还提到体育现场考试还考时间 一般安排在体育现场考试结束一周后进行 在考试内容和项目方面 男生和女生的考试项目均为三项 其中必搞项目为男生1000米跑 女生800米跑 以及考生从一分钟跳绳 足球运球绕标志物两个项目中 选择自己擅长的一项作为考试项目 考生从立定跳远 前置实心球 座位体肩区三个项目中 选择自己擅长的一项作为考试项目 因为恰逢的疫情期间 在室内训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节保护 在活动前做好热身 尤其要注意腰关节 膝关节 踝关节和腕关节 有条件的话 适当佩戴护具 避免大幅运动造成运动损伤 如果是可以的话 在进行一下在室内进行跑楼梯的训练 这个楼梯训练也是很多项目都可以用得到 针对目前疫情形势 长春动植物公园也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力度 参取了有效的防控措施 这些方面您得知道 一波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为进一步做好疫情的防控工作 园区也是做了各项的努力 包括此时此刻在一波身旁 我们可以看到地面的标识 那么这个橙色标识 就是供广大游客进行参考的 那么每一个县的间距是一米 也提醒乘客在等候的时候间距一米 同时大家也需要配合园区的工作人员 出示手机的吉祥码 并且配合工作人员进行货问 谢谢 我们长春市动植物公园 目前正在正常有序的营业中 每天进行两次消杀 包括动物馆舍和一些与游客能接触到的 门班岗位 包括游客服务中心等等 为进一步落实游客安全 及展馆内动物安全 那么目前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室内展馆 已经全部关闭 不过大家现在来到这里 依然可以看到像东北虎 猕猴以及一些不怕冷的鸟禽类动物 我们的兽医也会每天进行巡诊 那饲养员会对他们进行正常的科学观察 那么在食物方面 包括维生素方面给予更多的补充 保证他们营养的均衡 近期大家如果有观光需求 也可关注长春动植物公园官方微信公众号 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呢 我们来关注一下 行政审判作为人民法院三大诉讼之一 化解812件 化解率为41.7% 行政争议的前端治理取得显著成效 注重解决农村土地征收 城市房屋征收等案件中 被征收人合法财产的保护问题 在审理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等 社会保障案件中 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春节临近了 为了能给大伙都营造一个 欢乐安全和谐的节日氛围 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和长春消防 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措施 来消除安全隐患 确保大家过一个平平安安的春节 2020年长春市实现了安全生产事故起数 遇难人数 较大事故数同比三个下降 连续91个月 未发生重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应急部门重点监管的煤矿 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全年龄事故 为平安影新春 长春市将加大对煤矿 非煤矿山 危险化学品 烟花爆竹等重点领域的监管 并成立10个调查组 从2020年11月下旬开始 计划在三个月的时间内 对长春市道路交通 城市燃气 消防安全 特种设备 危险化学品等重点领域 开展安全生产 暗查 暗访 采取的是检查 加通报 加多办的方式 针对发现的问题 如果企业能够及时整改的 要求现场整改 不能整改的 要求限期整改 通过前五阶段的暗查 暗访行动 累计出动了检查人员是791人次 检查的业户是692户 发现了安全隐患3202项 也下达了整改通知书47份 对属地下达了读办函是两份 为减少火灾事故 长春消防加强火灾预防 对大型商业综合体 养老福利机构 医疗卫生机构 夜间及商贸 农贸批发市场 开展措施检查 并全面做好常态化 灭火救援准备 截日期间 在全市的重点商圈 揭露设立27个前置备心点 及三条动态的巡防路线 每天派出29台执行车 145名指战员靠前驻访 在昨晚结束的CBA连赛当中 吉林和广沙站至最后一秒 随着孙明辉绝杀不中 吉林105比104 一分险胜对手 本场比赛之前 吉林半个月内两次绝杀对手 被称为绝杀之城 但是这个绝杀并不是谁都能进的 本场比赛 两队比分一直紧咬 随着孙明辉绝杀不进 吉林获得了一场险胜 吉林的这场胜利来得着实不易 换帅之后的广沙 在上回合大比分输给吉林之后 本场卷土重来 面对内外实力绝衡的对手 吉林将重心放在外线 尽管广沙两大重锤 胡金秋和拉多比查 和喊48分 但是外线被吉林掐死 三分球的命中率不足三成 除此之外 吉林在进攻端 琼斯一肩挑 他本场比赛拿下大号三双 在得分 篮板 助攻和抢断四项统计中 均是全场最高 几乎完美诠释了指挥官的角色 除此之外 江雨昕更是关键时刻发挥出色 他本场比赛全场十投九中 以90%的命中率 高效拿下24分 同样堪称全场最佳 本场之后进入稳居第六 接下来将在周日20点 迎战同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来 节目最后 还是和大伙说一下 第一个我们先是临近春节了 第二个孩子们已经放暑假 放寒假了 放了寒假之后 咱们到底是该去哪玩 这很多时候因为疫情原因 所以今年其实很痛苦 孩子没这样玩了 但是在今天我们节目中说了 长春动植物公园 现在还是在开放的 只是可能部分 它室内的场馆关闭了 室外像什么东梅虎 小猕猴等等 还是可以看 不过提醒大家 我们在去的时候 这个疫情防控工作 做好防护 做好 所以说也是希望各位 能假期去感受感受 不妨卸 我想像这样的户外的活动 孩子们还是可以做体验的 是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也希望各位 在我们节目之后 继续关注我们公共新闻频道 热播的近代 剿匪传奇大戏 凤火线 因为今晚将播出 37至40集了 各位不要错过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吧 快点 快点 awat Сейчас 盐